来给你们念念刚才这个啊 我只能给你们绕着念了啊 纽约布鲁克林86街游民再次闹波兰 17日凌晨 大干帽开始在86街啊 这个建筑物附近 在这些场所开始设置啥 设置隔离炸的 并派了一些干帽 然后这一举动 很快就被周边的居民给发现了 要说还得是咱华人 我给你们截图干啊 要说还得是咱家 咱家大爷大妈素质高呢 我说实话 竟派了些干帽吧 大家给这抗议看一下啊 好 于是此时有人 好奇了 那咋不喊口号呢 咋不说呢 跟这啥诉求说出来啊 No English No English 我哥法拉圣 我哥法拉圣活一辈子了 也不用说英文 你要我喊什么口号 喊口号 喊中文他能听懂 No English No English 反弹 反弹 无效反弹 反弹 No English 真要命 怎么的 我看怎么意思 是给 是给这个街区 给给给给围上了 那炸蓝给围上了 然后大家 给这块抗议呢 你这张 沾点文明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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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尼哥 这会人家想话 你不给 不 大杠帽 杠帽都给他 都给他卸了 都给杠帽 都给他卸掉 完了 这当时大家 搁这块 搁这块 反抗 然后呢 本地的 民选的 本地民选议员 和民众 很快陆续 赶到现场 开始抗议 抗议 然后 这个参选的 这个人 姓赵 这人呢 在早晨 跟杠帽 发生小规模冲突 被抓起来了 啊 说白了 就是 我不许你这样 你在这里 不讲法治 我跟你讲哈 放开我 哎 放开我 freedom unit state freedom why you why you take me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抓下来了 早上给抓下来了 不飞镇了吗 赶紧发生冲突了 然后呢 目前活动 仍在继续 上午12点15分 最新消息 这俩人 都已经给保出来了 啊 怎么铁侠上来 跟我们现场直播啊 没有 大头 不禁要问一下啊 咱说 呃 咱要说这个游民 修这个游民这地方 不是 这游民隔离 游民隔离 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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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意思 就是把这些流浪汉全都集中放在这个这个区域 放在华人区旁边 避难所 给这些流浪汉避难所修在华人区旁边 不光布鲁克林 皇后修在法拉圣 我就不急要问了 不是咋的 这是看我们好欺负啊 那你看你闹归闹你的 半夜偷门开工就完了呗 为啥凌晨开始干起来了 因为凌晨偷门把栅栏拦起来 那帮人给光光长大电汗了 我这图都能看见 这太敏感不给你们看了 我看个戏 哎妈哎妈哎妈 哎妈妈笑 不是 不是 不是铁侠咱讲话到这时刻 还不忘载着美国小琴呢 这帅美国小琴有啥用啊 其实人家说不定也是 人家说不定也是那个有好处的 人家故意的 为啥凶呢 你华人群门口 咱说这帮走下大哥 下了宫之后 是不是直接就钻进去了 有有有有玻璃是吧 兄弟们有玻璃 那你们你们看一下玻璃吧 大概大概自己看一下吧 现场可以说用奇哭喊叫 现场用奇哭喊叫来形容啊 老的老小的小 手持美国星条 拿着美国星条 不准把你们炸来给我挪开 不准在这儿见 这是我们的家园 这里是由来谁讲究的平等民主 自由 太足了 忘了吧 就跟大头原来讲那个 讲那个 感谢43宝贝 哭哭笑 酸死牛都给你整上了 酸死狗那笑 视频都有 视频都有 那你们自己去看视频吧 那我估计可能今天新闻都已经播过了 那你们自己看视频我就不得直播间放 太敏感了 是不是咱说布鲁克林是这个 不是那 不是那那他修完了这个东西以后 是不是意味着 那这些流浪汉也不是说被关在栅栏里面 他修完了以后栅栅就挪开了 栅栅一挪开以后意味着这个华人区 周华人区旁边就全是流浪汉 那马路上那么跟着你 你那个包括你卖袜那个摊都不能那么买了 烤地瓜这些 那你那你讲话大哥溜达 他过来给你给你袜子给你拖鞋 给你羊耳拔给你偷走了 那指定是发生这些问题啊 不是咱说法拉盛里边就好有好几个比较稍微旧一点的酒店都已经改成流民酒店了 你看已经改了 但是现在是咋的 他要把它他要把它拆了 他要改定啊 改长期居住 好嘞 那我听懂了 那要不然就是说白了 要不然这个事最后闹到取消 要不然的话就华人得集体搬家 否则的话那根本没法带 那讲话呢 那流浪汉那干啥都有 你就别说他们什么发生暴力问题了 你就大马路晚上你跟咱家大姐要根 要两块钱什么跟咱大哥要根言啥 那都受不了 那真的没好事了 那人家就是奔着你这使劲的 咱说闹了 法拉盛也闹了 布鲁克林也不是第一回闹了 闹完人家半夜看吧 你有本事24小时在这盯子呢 那其实那我 我说实话那我代表 我仅代表官方我说句话 那安哪不是安的 最后你们闹啥呀 非得安的印度人区你们就高兴了 安的白人区你们就高兴了 安的白人区不是对白人的不公平吗 那早晚得安个地方 那你安你旁边你有啥不乐意义的 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咱且当这俩东西都修完了 布鲁克林有难民所 那个哪 法拉盛有难民所 唐人街有监龙子 我说那这都已经 垃圾桶呗 你说白了你一个哪哪就垃圾桶呗 你精准坐标你就垃圾桶呗 那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行我听懂了 让大家忍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们自己看吧 好不好 自己研究去吧 好嘞 好嘞铁牙你去吧 今天没活是吧 今天 这就我给你发的几个地方 别的也没啥其他的想法 你看 你趴子吧 你先趴子吧 你到周末时候给我们看铁牙史课吧 出去时候去看 上班附近没啥我看的 嗯 好嘞 好嘞 听懂了吧 兄弟们 之前在加州有过一次这个事 洛杉矶 阿凯迪亚 这算好去吧 那当时是个提议 提议给阿凯迪亚 阿凯迪亚 200万房子是平常 四五百万大把 过千万的美金啊 我说的是 豪宅 要给人那个学区也得好 很多咱家大哥去了以后 就是首选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 尔湾 呃 是一个新区 然后不是尔湾 就是阿凯迪亚 就在俩地方 要给阿凯迪亚 设置这种 流民集中营 当时一顿反对完 到最后好像是说 房价跌受不了 为啥房价跌 他受不了 当前这个City 美国这样呢 他收地税 是交给当前City的 county收一部分 City拿一部分 什么叫county county是县 City是市 他们那边是倒过来 我们是市 下面是县嘛 他们那个县 你可以理解为市 他们的City 我们可以理解为区 听不听懂 如果房子掉价了 他的税 就变少了 房子重新雇价的 500万的房子 掉成200万 那你就一年1%的税 从5000块钱 不是从5万块钱 变成2万 明白吧 这是他们City和county 都受不了的东西 能不能连麦 能连麦 所以我把我把这事给你们 给你们说清楚了没有 自由啊 你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不自由吗 这不民主吗 我让你最穷的人住最好的区 这行了吧 哥们你穷的刀当流浪 压刷你都没有 我让你住最好的区 不自由吗 不公平吗 你不能你不你占便宜的时候 你说是公平 你不占便宜的时候 你说是不公平 我说句报厅 你凭 别人不让人见 也合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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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